我们与我们最亲近的灵长类亲戚有很多相同点 但相比之下 人类似乎毛发有些少 人类身上没有厚厚的毛 大多数人的毛发主要集中在头顶和其他几个地方 那么我们何以变得如此赤裸呢 我们的毛发为什么长在这里呢 人类的毛发和动物的皮毛都是由同一种东西形成的 脚蛋白的单纤维从毛囊中长出来 这些毛囊会经历生长和脱落的周期 对于哺乳动物来说 毛发被改造用于多种用途 从覆盖在兔子身上的柔软绒毛 到保护豪猪的坚硬绒毛 不一而足 但很多哺乳动物的头发有两层 一层相对短的里层毛发 被另一层相对长的外层粗毛所覆盖 这两层毛发有助于为动物的身体保温和保护其皮肤 在另一方面 人类毛发是这类毛发的一种组合 遗憾的是 毛发很少在化石中被发现 这使得研究者很难去查明 我们的祖先在什么时候 以及如何失去他们的皮毛 但是科学家们已经推导出一些有用的假设了 似乎在数百万年前的非洲 早期的类人员就已经脱离了树木 开始采用更为活跃的生活方式 保持凉爽变得极具重要 最终 它们演变出了更多的汗线 这有助于它们通过皮肤蒸发水分而散热 事实上 例如人类拥有比黑猩猩多十倍的汗线 但是被皮毛所覆盖的泥 难以通过出汗的方式有效地散热 科学家们相信 早期人类在这段时间失去大量的毛发 有助于让它们的汗蒸发更快 但是如果失去毛发这么有益 那我们为什么还会有任何余下来的毛发呢 似乎我们身体不同部位的毛发都有独特的用途 当我们谈论到我们的头顶时 温度调节可能再次发挥了作用 由于早期人类开始进行野外冒险 它们的头会暴露在烈日下 更厚更长的头发 可以起到保护我们敏感头皮的作用 并防止我们的大脑变得过热 深色紧紧卷曲的头发 最能有效地防止太阳辐射照射皮肤 其他种类的头发也随着人类迁徙到不同的地方而进化 同时 研究者们认为 眉毛在沟通交流的时候尤其有效 因为它们位于活跃的面部肌肉之上 能传达我们的情感 睫毛已经被证明能使流经眼球的气流最小化 防止眼球变干并粘上碎物 还有 或许面部的毛发能够有助于从远处区分身份 但是我们不知道真假 证据 重启量也只是零星的 为什么我们在其他地方有毛发这件事更呛人 我们的液窝 乳头和阴部布满了大量汗线 它们会产生油腻 有臭味的分泌物 浓密的卷发通常长在这些位置来散味 从这些毛茸茸的位置飘出的分泌物 可能有助于辨别身份 例如 一些研究表明 人们有能力辨别出他们自己的液窝气味 以及与他们亲近的人的液窝气味 最后一种值得注意的人类毛发 是覆盖我们身体的绒毛 我们不知道这些毛发本身是否有任何用途 但长出毛发的毛囊是必不可少的干细胞库 可以修复受伤后受损的皮肤 它们也是向大脑传递轻柔触摸信号的 神经末梢的重要部位 事实上 尽管它相对更细 但人类的体毛密度与体型相当的原类大致相同 所以尽管说了这么多关于人类如何赤裸的讨论 我们实际并没有看起来那么的无毛 准备好继续学习了吗 观看这些视频 挑战您的认知 或者掌握您所不知道的知识 订阅并保持好奇心